中国大陆自主研发制造的C919客机 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 飞越维多利亚港上方 低空绕行两圈 让飞机迷大饱眼福 外媒开箱机舱内装 座位最多可载客192人 驾驶舱大片玻璃视野宽阔 而机翼是自主研发 号称阻力更小更省油 和波音空中巴士同款载体客机比一比 C919标准载客量168人 航程约4600公里 相较于对手略为逊色 至于造价 C919大约9900万美元 低于波音的1.21亿 和空巴的1.1亿美元 性价比看似更高 中国大陆宣称 C919已接到近1200张订单 目标每年生产150架 但跟波音空巴 每月生产60架的产能 仍有大段差距 由上海飞来香港的C919航班 其中一位飞行员 就是从香港民航处派往参加 C919评审工作的飞行专家 也都是首批C919的飞行员之一 令我们都深感自豪 香港特首李家超大阵仗迎接 因为C919代表中国有能力 打破美国法国独霸的客机市场 目前最大买家东方航空 共下定105架 以飞上海北京西安昆明 广州成都深圳等中短程航线为主 未来大陆自制飞机 能否与对手三分天下 有待时间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